百家姓是一部关于汉字姓氏的作品 按文献记载 陈文于北宋初 原收集姓氏411个 后增补到504个 其中单姓444个 负姓60个 百家姓采用四眼体力 对姓氏进行了排列 而且句句押韵 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 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 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 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赵钱孙礼 周吴郑王 逢臣楚位 江省寒阳 朱秦游许 何吕诗章 孔曹炎画 金卫桃江 七谢邹玉 白水豆章 云苏攀阁 西范蓬朗 鲁维昌玛 苗凤花芳 鱼人圆柳 风暴使堂 费莲残靴 雪范鲁维昌 青雪 后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